好 比較精確的問法應該 因為回法應該是說在我們 目前還列為就是禁止 或者說需關閉的這個場所 裡頭的業別 目前就是說 包括像是KTV MTV 還有遊藝場所 電子遊戲場 等等這些相關的場所 那目前主管的這個部會 是經濟部已經有陸續針對這些業別 有制定 一些指引 送到我們指揮中心這邊來 希望可以經過適度的這個防疫管理 能夠有條件 的開放 那這個部分 一方面是我們會橫著整個 全 全國民眾目前接種的涵蓋率的一個情形 那另外就是在這個防疫的有條件管理的 條件之下 如何能夠在場所內能夠真正的 落實 因為很多都是在比較密閉的空間 裡面 那如何能夠確實就是管理說大家在 裡面會把口罩戴好 然後會保持社交距離等等 這些大概是審核 比較重要的部分 那如果有進一步的一些審核 通過或不通過的情形的話 我們會在指揮中心 的記者會 等大家再做說明 想要繼續再追問 就是有關那個解禁 的相關問題 就是那因為現在降級之後國旅的一些大交通 就是 交通有一些鬆綁嘛 那現在就是聽說就是傳到 郵輪的一些旅遊 他們好像有一個負航的 申請文件已經交送到指揮中心 那請問 就是這些郵輪負航的可行性大概如何 那有沒有一個預計的 時間 那包含說國內旅遊還有沒有一些可以在開放的空間 那另外就是網路有傳出說10月1號疫情的警戒 可能會降到一級 我們有這樣的機會嗎 最後題想要再問 就是有關那個疫苗接種 的問題 剛剛莊復有提到說 現在有一些病例 到9月下旬會進入審核 大概是多少的病例 那就是還有最新的疫苗接種後死亡事件 謝謝 有關BICP 就是到9月會送審的部分 再請公安市再提供這個大致上的數字 那有關10月1號警戒的部分 等一下再請羅部回答 那再來就是 有關這個郵輪的部分 因為郵輪的旅客多達千人 那有關他 他 尤其國內目前還是有 有這個不明原因的一個病例 那 而且他的空間是比較封閉 所以在這部分 還會針對他們的防疫計畫 來做個評估 那另外就是在看其他國家 針對郵輪的這個 負航的規定 是什麼樣的規定 那我們來做參考 想問一下 因為說我們這幾天的本土 除了 救案之外 也沒有看到這個不明感染源的個案 那 剛剛羅副有提到說 我們會考慮二級放寬 所以是朝著放寬去想 而不是降級 對不對 那如果是要放寬的話 是會有哪一些是 可能會放寬的方向 每天每天的疫情變化事實上都很難預料 那當然這個隨著如果說沒有這個不明原因 感染源的個案維持越久 我們能夠降級的機會 也就越高 那目前在二級當中 我們事實上 比如說 這個 人數的這個部分 都還在這個室內 室外都有一定的人數的限制之下 其實它 還有一些可以再做調整的空間 以及就是這些還在禁止關閉的場所的類別 也還預期會再做一些調整 那另外在 比如說交通運輸工具上面的這個 滿載的 或者是要降載的一些情形 可能也都會在未來有機會再做一些調整 不過前提都還是要試這個疫情的變化 大家雖然看到我們本土的個案很少 但是境外移路的個案事實上是蠻多的 所以這個境外的壓力 只要在邊境 嚴管的前提之下 那我們都還是要隨時 警戒不能夠鬆懈 以免說有境外移路的個案 導致本土的群聚發生